但我們講一下美國中期選舉的結果依然都是這樣 民主黨的民主黨已經死硬了 佩洛西肯定要退休 肯定不能做眾議院議長 一定是雙手奉上了給Calvin McCarthy 共和黨的領袖 至於現在剩下的就是參議院 昨天看CNN有些人不喜歡 可不可以不要看CNN 如果是一個支持民主黨的CNN 都跟你說共和黨領先 是否更加可信 現在的狀況還在計算 即是拿到結果出來的49-48 其實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情況都一樣 未來的三席裏面 誰可以拿到兩席就贏了 即是三盆兩勝 現在共和黨和民主黨已經進入了三盆兩勝的局面 對於拜登來說 究竟是一隻半套閉腳鴨還是一隻全套閉腳鴨的問題 現在拜登正在去柬埔寨 他不是探望KK園區 不是拜訪KK園區 其實就是出席南亞的峰會 稍後的時間 他就會去G20峰會 G20峰會剛剛公佈了 就是說他會跟習近平見面 剛剛這個是最新消息 14日就會會伍習近平 這個白宮的新聞秘書Karine Jean-Pierre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法國人 他就說這個集拜會就會談很多不同的全球問題 不同的地區和全球問題 包括怎樣努力維護和加深美中溝通渠道 負責任地管理競爭 並且在利益一致的時候共同努力 尤其是影響國際社會的跨國挑戰 說這些事情 拜登其實昨天也說過一下 其實對這個集拜會 他也有些期望 他就說 他就會和習近平 他就很確切地跟大家說 他就會看到習近平 他就說會和習近平談一下 怎樣去管控分歧那些事情 下星期一去峇里島 下星期一去峇里島 怎樣去避免衝突 他說怎樣和習近平說一下中美 怎樣避免衝突 我覺得這樣說出來 其實都頗天真 M6說香港不會做籌碼 不會 因為不值得的 香港會變成 不是一個籌碼 現在籌碼的地方就是台灣 有些消息傳出來 中國其實不斷在提供這件事 就是用台灣來換俄羅斯 我犧牲支持俄羅斯 我犧牲普京 但是我可不可以換來 你放棄台灣 防衛台灣 這個問題拜登是會談的 但是拜登說得很清楚 他說他見習近平的時候 他說幾點 他說我們要說明 我們各自的紅線是什麼 中國的關鍵利益是什麼 以及美國的關鍵利益是什麼 以及判斷中美關鍵利益之間 究竟有沒有衝突 如果存在衝突的話 又怎樣解決 但是拜登說得明 我不會作出根本性的讓步 為什麼我覺得很天真 你跟中國說什麼叫紅線 如果你真的認同什麼叫紅線 他只會在你的紅線上面層層加碼 但中國自己所說的紅線 就是在那裡救出 他的紅線就是共產黨不死 什麼都可以 以往你說的紅線 包括龐佩奧所說的四不一沒有 其實他現在整天拿出來想制約著你 你記得龐佩奧所說的四不一沒有是什麼 他說不尋求衝突 不尋求新冷戰 不阻止中國作為大國發揮的作用 不壓制中國發展經濟 或者提升人民利益 美國也沒有意圖去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 你說這些其實是多餘的 你說不尋求新冷戰 中國不覺得是新冷戰 不覺得你現在不是在打冷戰 你現在又搞民主峰會 之後又要聯合一些民主國家 去玩一個晶片的小圈子 又要限制出口給中國 對於中國來說就是冷戰 你已經是違反了你自己所說的四不一沒有 我寧願你老實一點 你自己去說這些原則 而你是做不到之餘 你反而呢 其實你是做一些相反的 我反而覺得Donald Trump那套還行 擺明是真小人 擺明就是捏你的 也擺明就是跟你談生意 擺明就是跟你談生意 擺明就是跟你談的 但你民主黨永遠都是要這樣 是啊 我覺得政治上非常幼稚 譬如你另一個幼稚的地方 就是另一個政策 就是跟中國的關係 應該競爭的時候就競爭 可以合作的時候就合作 必要時就要對抗 你想怎樣就怎樣 簡單一點來說 可以合作就合作 但對不合作的時候就要直抽 就是張宇人 是不是誰 鄉樹輝和誰 張宇人 張宇人的關係 是的 張宇人龍拳 現在這些人說 哈哈 拜登和習近平的關係 就是張宇人和鄉樹輝的關係 Along Wolfman 美國會不會這麼暗咬送台灣 換烏克蘭 兩個都不會送 這個他是說了 他就不會妥協 不會妥協 他不用說我們都猜到 原因就是 不應該妥協 第一烏克蘭是糧倉 我不要說道德高地 烏克蘭是糧倉 台灣是交通要道 這兩個地方 拿了美國 他的基地策略 都完全是不行的 你不用想 說這個會面之前 值得一提的 就是趙立堅 那些人永遠在記者會 問趙立堅 英國選舉也是 美國選舉也是 英國上次的黨魁選舉 就是保守黨的黨魁選舉 趙立堅就說 我們不評論 他們的政治 不評論他們的內政 只是尋求一個穩定的中英關係 或者穩定的中美關係 他已經學聰明了 你知不知道 這個就是 擔心了這個 蜘蛛女之吻 好像胡錫進那些 好像環球時報 他寫了一篇文 去讚揚這個新衛城 那時候就糟糕了 是吧 英國很多報紙都有報導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 連黨魁都不敢說 現在環球時報 有沒有評論過這個 中期選舉 沒有 一句話都不說 一句話都沒有 他知道自己 習近平 是做了十年才學會 才有自知之明 因為去年 你以前也不是 以前他也嘗試一下 左右大局 環球時報報很多 這什麼東西呢 就是中國軍備新聞 你現在看到 很集中說這件事 就是 大哥 我們也有發佈上的肌肉 你不要亂來 是啊 現在我才有時間 讀一下 那些留言 剛剛一直說的時候 只要堅持 美國佬總會傻兩次 真的 香港做籌碼就不會了 好了 講一講 原來 都已經去到 1點半 1點半 是不是 過往來講 都是你們的 這個 這個 叫做 這個 底線 是不是差不多 去到睡覺的時間呢 還有沒有其他 想點唱呢 美國之音報導 德國經濟部 11月9日 阻止中國對德國 兩間半導體生產商的潛作投資 應該這麼說 舒爾茨那些 他去中國是一樣 但是 德國國內自己本身呢 其實我問過一些 就是我救護公司的德國同事 他們都看過很多新聞 其實早 特朗普上台開始 德國政府其實已經在限制 中國買德國的技術 對 你要付錢 你要合作 你要賣東西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買技術 買家檔 就真的不給了 這樣 多謝 Grace Troy 今天課金 還有 Alice Troy Yellow Star Yellow Star 還幫我宣傳遲來的生日 11日 已經 11日 不過 多謝 11月是你生日的 要搞一個曹總感謝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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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